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 现代社会正命生活的困局 在我们进入主题以前 我们先考虑这样一个问题 在目前的社会中 什么样的职业 才算是符合佛教八正道正命的职业呢 那么我们首先要知道 所谓正命 就是指在您从事的这个职业的过程当中 能够遵守佛教的五界 我们现在举几个例子 比如护士、老师和工程师 这些职业看起来都是很好的职业 但是如果细心的问一问下面的问题 您可能就会有所怀疑了 比如您在工作当中 是否能够保证自己不犯五界 例如不能够杀生 不能够说谎等等 您在工作当中 是否会妨害其他众生的利益 您在工作之余 是否还有闲暇修习佛法呢 那么通过对以上问题的仔细思考 我们就会发现 在现代社会 正命生活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我们先回过头来 看一看 原始佛教时代 正命的情况 在那个时代 出家修行者一般说来 是受人尊重的 英国夜报的思想 是社会的主流文化 出家人的起实 不仅不被蔑视 反而会得到大众的积极响应 在这种社会环境中 其实自活 是出家修行人的生活常态 以正当的方式谋生 在佛教中 被称之为正命 是八正道之一 原始佛教对正命的要求 是比较严格的 一个可能过于严格的例子 是清静道论中 舍利弗拒绝使用明确要求的 特殊食物的这样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讲的是 曾经舍利弗和大墓建连长老 同住在一个森林当中 有一天 舍利弗肚子藏 大墓建连长老来访的时候 得知了他的病情之后 就问他 您的这个病 以前是怎么治愈的 舍利弗回答道 以前我在家里的时候 我的妈妈 是用酥蜜、砂糖等 混合纯粹的乳粥 给我吃了就好 那么大墓建连就说 那看一看明天 我就有可能在骑食的时候 为您获得此粥 那么他们的对话 就让当时 住在树上的一个天神听到了 天神就想 我一定要达成尊者的愿望 让他吃到这种食物 于是 他就跑到 施主的家里面 进入 其中一个儿子的身内 使其病痛 然后 对家里人 借着 这位儿子的口 对家里的其他人说 如果明天 有佛教的长老来 骑食的时候 你们就必须如此这般的 把某一种特殊的乳粥 供养给他 你们这样供养了 我就不再祸害你们的孩子了 第二天 当不接连长老 清晨 去骑食的时候 那家人看到了 有长老过来 立刻就把准备好的乳粥 给他 并且 要让他吃完之后 再盛满满的一锅 带回去 供养给舍利弗长老 那么 等当不接连长老回来之后 他把粥 给舍利弗长老的时候 舍利弗长老说 奇怪啊 怎么会正好 你就能够得到这样的粥了呢 因为舍利弗长老 是阿罗汉 他经过入定思维 经过他的神通之力 他就知道了 这个粥的来由 知道是由于 他们之间的对话 被天神听到 而天神 通过某种方法 转告给了施主 施主特意 按照他的需求 来制作的饭食 于是 大木建连对木建连说 你拿去吧 我不能吃这一碗粥 木建连长老 并没有责怪他 而是立刻 拿着粥 拿着钵 就把粥 倒在了地上 那么当粥 倒在地上的时候 长老长老的病也好了 以后四十五年间 他也从未再生过此病 于是 舍利弗长老对木建连说 道友 纵使我把脏腑疼得都跳出来了 在地上 我也不应该吃那种 由于我的语言 所表示 而得来的粥 然后 他还自己做了首诗 这首诗是这样说的 我若吃了 由我的语言 表示 所得的密粥 便是污蔑了 我的活命界 纵使我的脏腑 蹦出于肚外 宁舍生命 也不破活命界 除邪球 我的心多么自在 我 绝不作为佛 磕气的邪球 上面的案例 是为了说明 其实的时候 甚至 你不应该对施主 提出特定的食物要求 也正是如此 南传佛教 并不尽肉食 因为其实者 不应挑剔施主 所布施的食物 也就是说 别人做的是什么样的食物 你就应该随缘 吃什么样的食物 如果你提出明确的需求 就已经违反了戒律 那么这个案例 是阿罗汉所行的 特殊的 特别严格的戒律 并不是后世一般修行者 都能够做到的 我们再来看一看 历史上的清规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 为了维护佛法 在中国的传序 建立僧团正常的修行秩序 唐代摆藏淮海禅师 建立丛林清规 作为僧众日常修行的规范 其中关于僧人正命的问题 清规里面制定了 普请这样一条制度 所谓普请 就是普遍邀约大众劳作的制度 它还有一个名词 就叫做出坡 劳作的内容 一般来说就是干农活 这是一种要求全体僧人 参与劳作的新制度 是与当时中国的 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 和生活习惯 相一致的一项改革 这项改革对于中国禅宗 乃至于佛教的生存和发展 都具有重要意义 普请法的实施 使禅宗在经济上确立了 自给自足的地位 摆脱了佛教的经济 衣服状况 在一定程度上 改变了国内老百姓 对佛教和僧礼的一些 不利看法 也为禅宗后来的发展 奠定了基础 摆藏淮海的一日不做 一日不食 也成为佛教名言 但是很明显 从事农室活动与传统戒律 是有相为之处的 在佛仪教经中就这样说 斩伐草木 啃土掘地 是被禁止的 摆藏清规自身 也由于历史的严格 面目全非 圣言法师 曾经根据 红衣大师的理论 对于清规 也是持否定的态度 欧衣大师也说过 即摆藏清规 旧师 淮海禅师本意 并使元朝留俗 僧官住持 杜传 增世 文理不同 今有奉行者 皆因 未安律故也 那么 由于种种的 这样的原因 红衣大师认为 暗律宗著书 浩入烟海 无人尽行学知 尚苦力有未及 即摆藏原本 今仍存在 已可不须阅览 况为本乎 也就是说 哪怕是 百丈淮海禅师的 清规的原始文本 还在 我们 也用不着去学 因为 在佛教律宗里面的 经典 论著 已经浩入烟海了 我们根本不用 再去学习 古人的 根据当时的形式 所制定的一些 法理了 所以说 圣言法师总结说 不用再提清规 中国的农村社会 今后必将改变 而成新兴的农工业社会 有农村社会的影响下 所产生的中国的丛林规模 今后也将不复再起 禅林生活下 百丈清规的作用 势必跟着隐退 所以今后佛教的 重整与复兴 不用再提清规二字 只要能够恢复戒律的精神 佛教自然就复兴了 现在我们看一看 当下的中国社会 当下的中国社会 是一个经济社会 正命所面临的困难 不仅没有减少 反而更多 特别是数十年来 唯物主义思想的普及 以及近年来 基督教文化的发展 佛教僧团清净如法的生存 变得非常困难 一位名为台山银子的网友 撰有阐述这种状况 在古印度及泰国 等南传佛教地区的 社会环境下 出家人可以过 原始佛教的其实生活 但是在中国就非常困难了 所以祖师们才建立了 农禅滋养的经济模式 一千多年来都是这样 那么到了现在 学生法师又提倡 寺院商禅合一 这虽违背了一些细微的借条 但却都是在中国社会下 不得已的生存选择 现在寺院的功德香 与精颤是主要经济来源 这种经济模式 极其脆弱不稳定 在佛法部兴盛的地区 连这两者也很缺少 社会经济一旦衰派 就难以保证 而且还有非常多的弊端 比如寺院在经济上 依赖信众 依赖游客 就必须整天接待他们 搞得寺院像个闹市一样 干扰了出家人正常的清修 而不接待他们呢 又没有经济来源 为了生存 那就只能牺牲佛法的学修了 而且中国社会 愿意拿大量钱财 去长期供养寺院的信众 并不太多 还不稳定 分布也不均匀 这种经济模式 在中国的社会观念下 还会导致社会 清建歧视佛教 视出家人为寄生虫 僧人没有社会地位 那就吸引不了 很多社会上的正人君子 在清建歧视僧人的社会里 不可能有很多正人君子出家的 这是人之常情 也是现实 比如旧社会 不尊重军人 社会观念也认为 好铁不打钉 好汉不当兵 那正人君子就不会去当兵了 所以是旧社会的 军人的素质非常差 所以现在国家 也是给军人很多特殊优待 人类社会历史上 受社会歧视 又没有社会地位的群体 一般都不会有什么出息 现在佛教能有现在的景象 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僧人大多数也是普通社会人 不是不是人间烟火的神仙 不可能不受社会观念 与经济政治的影响 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寺院必须首先 有自己稳定的经济来源 自食其力 不依赖信众游客 才能获得社会的尊重 才能谈得上发展振兴 另一位从事宗教产业的网友 在地藏论坛中提到 他调研过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 除了有一个洪法寺以外 保安区等处的洪法寺下院 经济上都依赖洪法寺 寺院冷清得很 现在真正有信心 供养僧人的居士越来越少 许多都是在和寺院做交易 比如堕胎贪污等做了亏心事 到庙里面拿钱消灾 这位网友对伤禅病重的提法也有意义 反对现在寺院里面比较流行的经餐经济 认为还是农产好 我们对这些观点赞不加评论 本文关心的是 现在的修行人除了居士的供养外 还有没有其他途径获得如理如法的生活保障呢 特别是在佛教还不太大众化的地方 如何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 也就是四师供养 并最大限度的降低对个人福德 对修行的影响呢 这正是我们提出互助祈福机制的初衷 最后我们为本频道做一个小小的广告 心有所求 寻佛法加持 家有障碍 弥慈悲诱护 实现心愿的最佳方法 就是修集善法功德 而除了布施 持见 禅定 智慧等善法外 佛法还有一个善巧方便 即读诵经咒 修持善法的功德 可以回向给他人 本频道 互助祈福 提供经咒读诵祈福的服务 欢迎您打赏支持本频道 有需互助祈福服务的施主 可直接对上述 PayPal链接打赏 并留言回向目标 及祈愿 我们会在经咒前后 加送相应的回向句 祈福过程 会发布到本频道的 专项祈福播放列表中 敬请观看 感谢您观看本节目 也敬请点赞 转发 订阅 再次感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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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